該是你出來的時候了吧 最後一格卡這麼久喔 喂 不要鬧了吧 大哥 這最後一格 是不是不會亮啊 等一下 這最後一格是不是就是不會亮 欸 不是吧 等一下 欸 你確定 你確定你會亮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那我們繼續來玩一下我們的極速領域喔 那最近的話大家看到我們活動這邊的話 應該就會看到有一台 新的車子是出來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 破小者 那破小者基本上這台車的話 應該是還蠻帥氣的一台車 但是這台車的話跟我們之前的那個 浴火笑天室一樣 要在我們這個工坊這邊所製造的喔 所以這台車的話呢 應該也是蠻貴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這台車的話 應該還是要花一點點小錢喔 那這台車叫做我們S破小者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 把它給抽出來喔 基本上的話應該會蠻貴的啦 不過我們就來抽出來 然後來跑給大家看 看一下它厲不厲害喔 那這邊的話賽車的數據先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六狀圖的話 應該還算是蠻平均的啦 那特性的話是每秒自動增加1.9%的集氣 且每次使用雙噴 30%概率3.5秒內最高速度加3km喔 每秒會自動增加我們的氣耶 所以會自動補氣車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好玩的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來把它抽出來喔 基本上我覺得它外型的話還蠻像一個宇宙戰艦的啦 呵呵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用我們有的這些電池來抽一下喔 基本上打造十四應該會什麼東西都沒有啦 好 直接中了我們的那個 B車暴君喔 之前是沒有抽暴君 不過這邊直接中了暴君 然後只有開格 高公升球你 只有開格欸 然後這邊的話要買我們45個電池的話要1152鑽喔 喔唷 貴死了 不過我們就先買起來喔 先使用 這邊的話應該要再去充值了啦 待會再去跟姊姊拿錢了 我們就先買這些都先抽完 開 又再開一格 可以 再開 一格都不開 欸 你起碼也開個多格一點點吧 不是你啦 不知道為什麼西餘都很喜歡 跟我那個 跟我搶鏡頭 好 這邊還不錯喔 就多開了一格了 我現在有1234566格欸 快亮啦 快亮 欸 有夠難抽 真的是有夠難抽 好 我們就先跟姊姊拿錢囉 好 那我們這邊把鑽石用到7026的話 我們就繼續來Gay一下我們這個工坊喔 基本上我每次工坊都要抽蠻多錢的啦 所以 這都見怪不怪了 我們就繼續購買 希望是可以稍有抽稍有這種啦 希望不要抽太多 不過你來說的話 我們已經開了差不多4格了 還有6格要開喔 來吧 破小者 還有5格 加油 來吧 破小者 喔 還有4格 加油 來吧 破小者 哇 這是什麼 什麼咒語啊 來吧 破小者 哇 沒了 好不好 現在最後三個是最難的地方了 這邊大家可能就都知道好不好 沒有那麼簡單 繼續購買 騷錢車車 但是目前來說這台車還算蠻帥的啦 像這台車或是我們的白玉神劇的話 哲平應該都會努力把它抽出來 因為我是還蠻喜歡這種旁邊有那種炫光的車喔 個人是蠻愛的 好 證明有沒有了 再來 沒有 而且 可不可以一次跳兩格啊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一次跳兩格了 欸 算了算了 一次跳一格就好了吧 不要鬧了 這一次什麼什麼都沒有 哇塞 鬼傷傷 就我們上一次那個 1152鑽石是全部都共骨欸 我的天 來吧 欸 別鬧了 別鬧了 哇靠 哇 欸 傻眼欸 我的天啊 傻 傻眼欸 是怎樣 哇塞 有夠難抽 欸沒有沒有 好險好險 希望這樣就可以了 拜託來來來來 最後一格 快 破小者 該出來了 該輪到你了 破小者 最後一抽 尷尬了好不好 好啦 看來 全部花完 喔不 來吧 破小者 不要鬧了 該是你出來的時候了 哇塞 完了 尷尬 欸 你是怎樣啦 欸 這台設施 要我把我所有的鑽石都花光你才會出來喔 你媽 你媽咖喊欸 欸 拜託好好好 快快快 你快出來 不要再鬧了 拜託 不要再鬧了 你快出來 拜 這做壞了是不是 又要再客氣了是不是 我的天啊 其實我覺得我上次抽獄火笑天的時候也沒有抽得那麼誇張啊 為什麼這一次一直都沒中欸 難道是我運氣不夠好 我的天 該是你出來的時候了吧 最後一格卡這麼久喔 喂 喂 不要鬧了吧 大哥 這最後一格 是不是不會亮啊 等一下 這 這最後一格是不是就是不會亮 欸 不是吧 等一下 欸你確定 你確定你會亮嗎 喂 我靠 永遠要亮最後一格欸 欸 不是吧 我靠 超級無敵貴欸 終於亮了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的話終於抽到了我們這台永久的破曉者 其實我覺得 真的還蠻帥的啦 所以 我個人會蠻喜歡去抽的 所以就還好 是還蠻帥的 大家可以來抽抽看 但是 真的好像還蠻貴的喔 那我們就先來改裝一下吧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把我們的破曉者改完之後呢 這邊的話 M大是推薦我們改左左左中啦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來試試看M大的改法喔 我覺得是都還不錯 雖然 我跑起來都沒有什麼感覺就對了啦 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都跟著M大的腳步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他是推薦我們改左左左中喔 所以是左左左中 好不好 這樣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這邊就來試跑一下啦 我來看一下好不好玩喔 如果還不錯 手感還不錯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來練一下這台車 把我們藍營主宰給換掉這樣子 呵呵 好快喔 喜劇厭舊 好 一樣來跑一下我們1號公路 看一下就是手感如何 那 這台車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說特別難抽啦 只是我剛剛就是 因為他太快開到最後一頭給我了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特別難抽的感覺喔 好 破曉者到底好不好開呢 基本上他會自己 他是會自己集氣的就很爽欸 因為你看我們在跑的時候他真的有在集氣有沒有 他是會自己回氣的車子 所以我覺得還算不錯 很好玩欸 有沒有 會自己回氣 但是回的比較低啦 那之後我記得還有一隻會回氣的那個寵物 好像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陰的喔 這如果加起來的話應該會感覺滿好玩的感覺 那這台車感覺目前手感來說的話呢 其實好像也差不多 只是這台車真的很帥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是還滿喜歡的 最近的話 應該都會拿這台車來跑一下喔 真的是光啊 還有那個就是 外面那個很像防護罩的東西都 帥滿一點 然後整個那個滑起來的感覺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 只是他會有自動集氣我覺得還滿好玩的 他這個自動集氣真的是一直在回欸 他如果能夠就是再集多一點的話應該 就會很好玩 很誇張 好 沒問題 過來 然後走 那速度上來說的話呢 應該好像也滿快的 這邊最滿的話是可以到308的感覺喔 大家如果要去看一些完美的數據的話 那個 Anson跟小草的話應該都會做一些比較精闢的解說 我們這邊就是只管他帥不帥就好啦 感覺是還滿快的欸 你看我們這邊 失誤這麼多都還可以就是到1分20 哇 可是這邊 唉唷 這是怎樣 這個跑法連我自己都驚呆了 可以喔 失誤很多 但是還是1分30幾秒內 還不錯 這台車感覺滿好玩的喔 我們來去跑一場我們的排位賽看看 就玩一場就好了好不好 最喜歡拿剛抽到的車是去跑排位賽然後去被打死 這樣感覺 好 沒問題來看一下吼 我們的 初登盤 我們的A10破曉者 剛剛基本上我以為我沒有抽到啦 結果居然是在我們右邊那個寶箱裡面 害我想說 奇怪 怎麼車子抽到了沒有給我 以以往來說他開滿最後一格的時候他應該就會亮出來 可是他剛剛沒有喔 好 那我們這場的話來 唉唷 看來大家現在都很大佬喔 你看我以為 就旁邊那個也開出了破曉者 居然 看來不是只有我一個會花錢欸 你看我們的魔女雪雪也是開了破曉者喔 而且還有觀眾 那看一下這場來到的是我們的反向11層 看一下在那邊跑出好成績喔 來秀一下車車 魔女雪雪也是一個 不錯的台戰嘛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要這樣玩 極速領域才會賺錢 大家才會有更多遊戲可以玩 好 來吧 看一下 基本上他會自動回氣我覺得還算是蠻爽的 整體的手感其實也差不多 沒有那麼誇張的就是 跟那兩台誇張的就是差很多的感覺 就是不會特別的就是難甩或什麼之類的 唉唷 可是我還是會撞牆啊 這台車的話感覺就是可以去玩一些跑法啦 但是 個人是 不太會去 搞那些543 我們就 管他跑的好不好玩就好了 唉唷唉唷 完了完了完了 但是他這個很像外星車唉真的是很帥唉 很像防護罩的感覺喔 追起來追起來 他最好是有那種就是 你開了防護罩之後有沒有 就不會被撞的那種性能 那最好 我一定買那台車 買爆那種感覺 直接撞爛了我天 還是有點稍微不習慣啦畢竟 剛拿到喔有沒有 可是對面那個魔女雪雪還真會開唉我的天 很會唉 所以像你有一些就是像哲平這種就是 有一些小氣不會去補的啦 基本上 開到這台車就不用擔心因為他會幫你補滿喔 因為他會慢慢的再幫你加氣 真的是 這是 很懂人心的車車啊 很體貼我呢 可是我一直沒抓到手感 進階一直沒出來 我卡到他了 進階出來的話應該有機會可以再追一點點 尾巴 應該有機會看看 衝起來衝起來 啊沒機會了應該是追不到了 而且還撞到牆 第四名作收 哇結果我們那個魔女雪雪 居然拿第一名 66666 結果我們這邊開了我們的新車直接第四名 萬年老四啊 觀眾很開心贏了夜夜夜的感覺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新車喔 真的是還蠻難抽的耶 在我們工坊這邊的這個 A10破曉者 那大家抽完之後也不要緊張說 怎麼他不給你車走 基本上在我們這個寶箱裡面喔 所以大家 要記得看一下寶箱 像我剛剛真的是很驚訝為什麼他沒給我車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應該也算是還蠻歐洲的啦 因為這種就是打造我們工坊的車基本上都是6000塊 以內中的話就還蠻OK的 那基本上差不多這一次也是花6000塊然後抽了我們這台車 那這台車感覺起來手感是沒有跟我們的 就是天啟或是我們的伯爵 差蠻多的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練一下就是比較帥氣的車子 應該最近都會開這台吧 然後就是來看一下這台到底好不好開喔 而且他會自動集氣啊我覺得是還蠻好玩的喔 那每天早上10點跟中午10點跟晚上5點跟早上7點跟晚上9點多的影片喔 打開來看一下啦 到這邊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